我們是一班網上自發的年輕人 我們希望可以藉著今天夜晚年初一的時間 就有一個在旺角的夜市 我們希望可以保持夜市的街道清潔 我們希望可以保存香港的夜市文化 因為之前很多不同的事件 都是被市民去指責 以前旺角的守護小販的年輕人 他們是一些很暴力 他們的理念是想破壞社會安寧 本文前的理念是希望可以守護香港的夜市 保持香港人的優質文化 所以我們一直以來都有一班年輕人 除了香港獨立聯盟這個組織之外 一直以來都有一班年輕人 他們是不斷地持續地把這些清潔的事件維持下去 但今年我們就用組織身份 希望可以多些人關注到 我們香港人其實是熱愛這個初一的文化 以及我們是想去熱愛這個地方 所以才會做這個付出的 所以我們今晚會有大概20人的義工 會在這裡做一個不同的清潔行動 例如是設置一些臨時的垃圾桶 以及會有些掃把 我們大概有10架打掃的車 就會在這裡做一個清潔的 為什麼會發起這次的行動 可能會有大型的衝突 這次走的路 其實我們相信所有的初一事件的衝突 全部是來自於當時警方的不公安排 在以往的事件裏面 我們看到如果沒有警方的大量警員去設防 以及他們沒有對一些市民的刁難 其實是可以很安全和平地享受 我們連初一、二、三的一些夜市的時間 所以我們認為我們需要做一個香港人的身份 所以要去保存一個特色 你覺得香港的清潔做得不好 所以整班人可以走出來說 其實在這個連初一、二、三裡面 其實我們會多了少在這個地方上面 確實有時候可能那些清潔工人 他們會不夠時間去做一個清潔 或者換膠袋 或者去做一個打掃 所以其實我不是第一次的 一直以來都有不同的市民 他們會幫忙去做這個清潔的行為 我們認為這件事件 對於我們本土派 甚至港土派的朋友來說 是一個有意義的事件 所以我們應該要維持下去 亦都是想承擔一些 我們香港人應有的責任 我們絕對是會保護著小藩的權益 我們希望可以維持著我們香港既有的文化 不希望政府會用任何藉口去刁難我們現有的響往的事情 你不擔心這樣會造成衝突嗎 我們不擔心 因為這個 我相信我們經歷這麼多年之後 其實我們會有一個更好的方法 可以處理到這個食環處的刁難和衝突 是否會用和平的方法解決不會有任何 今天我希望是和平的 還有我們希望是 我們的目的最主要是保存著我們的文化 所以我們會以這個目標先 之前有沒有跟直環或警方去哪裡去溝通過 他們是有去問過我一些問題 我都會如實地回答我們今天的清潔行動 例如是甚麼問題 他們會問我們今天的行動會有甚麼工具 或者是會有大概多少個義工幫手 以及最主要的目的是甚麼 我都會希望他們明白 其實我們是 無論是本土派還是港獨派都好 其實我們都是希望可以一個良好的香港 所以我們都會說回我們最主要的目的 他們的態度 其實警察他一開始是有點緊張的 他打給我的時間 還有數個警察去聯絡我 也是他們本身對示威人士 以及對本土派其實是一個不信任的情況 所以這個 當我解釋了我們的行動 其實他們不是很相信的 但是我們今天會用行動去證明 其實我們是有一個好主要的目的 就是想保護我們街道的清潔 照片